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司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 其實我要講的是 在過去呢 我當學徒的過程 其實我會進入到這個行業 是在一個懵懂 然後只是想要學乙機支撐的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才來做麵包 但是当时我们做面包的时候 我们都是师徒 就老师傅带学徒 那没有任何的知识在做面包 所以在做面包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我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因为过去在我20岁前 我是个文盲 我不认识字 所以当我第一天当学徒的时候 我看不懂棒秤 我的师傅叫我秤100两的砂糖 但是我并不知道 100两它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就用最笨的方法 可能我们现在都是用电子秤 现在同学应该都用电子秤 那我的方法就是一格一格的算 就棒秤的一格一格的算 那算到100两这样子 所以那我的笔记也更好玩 就是我的师傅教我做猪排三明治 那我不会 因为租的笔画太多了 所以我的方法是什么 就用画的 我就画了一头猪 那画完之后我就写一块 那其他实材都画完之后 当我全部画完之后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画什么 所以当时我做会做面包 也是一个意外 但是在我脑海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 因为我的师傅他们也一样就是 可能没有读什么书 然后就来做面包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 很残酷的一点就是说 做面包是跟食物有关系 所以我就很纳闷就说 师傅为什么鸡蛋吐司没有鸡蛋 为什么草莓吐司没有草莓呢 然后为什么芋头吐司没有芋头呢 然后我都看到我的师傅就说 你这个黄色的东西就加了一点点 看加了多少呢 感觉就颜色对了就好了 然后甚至还有客人跟我们说 你们今天是不是那个鸡蛋放太少了 不然颜色怎么不一样 其实过去的我们呢 也是因为没有知识的 然后在做面包 然后不知道说 那个东西呢对人体是有害的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在 但是那时候只能我的师傅教我怎么做 我只能按照他教我的方法去做 那甚至也不知道说 其实那个东西是对人体有害的 那一直到长大之后 开始有知识之后 才会慢慢去发现 原来这些东西呢 对人体是这么大的一个伤害这样子 但是没有办法 那时候我才17岁 那也没有读什么书 也没有做面包 也没有任何的知识 人家教我怎么做 或是说先从认识食材开始 会认识食材开始是呢 我开始去日本学习之后 才慢慢的去认识的食材的一个来源 还有制成 然后再来做成面包这样子 那其实这些过程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事 现在想起来会觉得 可能过去呢 会觉得很 面包师傅呢 在以前的 因为没有办法 以前在早期的台湾的社会 的面包师傅呢 他只是个工人 他不用任何的知识 他就可以去做面包了 所以呢 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讲究 还有呢 环境也是一样 很多的蟑螂跟老鼠 所以呢 我们住的地方呢 也一样呢 都是很多蟑螂跟老鼠 甚至于我们睡的地方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 蟑螂会从我们身上爬过去 那我们也把它当做是正常的 然后还有一点很无奈的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睡这里 我不知道去睡哪里 所以那是我们以前 学习的一个过程里面 但是当我到20岁了 我去当兵 我当兵呢 我认识了大学生 大专兵 然后他们教我认识制 而当我开始呢 慢慢有知识之后啊 我开始意识到 我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 传统的方法 涂法练刚刚的方法 做面包 我告诉我自己 我必须改变 我必须呢 改变我的命运 我必须改变 面包师傅的命运 但是呢 我必须学习 唯一能够让我 改变的方法 就是学习 所以我就从不断的 开始自我学习 然后自我设定目标 那 后来呢 也接触到了 日本的一个技术 然后从日本 他们对于说 食材的一个认识开始 然后对他们的一个过程 里面呢 也让他们看到一个 就是学习到 他们对于食材的一个态度 还有呢 他们把食物呢 已经当做呢 他曾经一个师傅 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感触非常深 他说呢 食物呢 吃到身体里面呢 是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那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食物呢 食材呢 是不是很重要 然后我才恍然大悟 我才开始意识到呢 原来过去的我们 做的东西 做的事情 原来这么大的错 然后对人类的 对人的伤害 那么那么的大 还有让我回想起 在我小时候啊 我记得我们家乡 我在屏東的乡下呢 也有很多的青蛙 也有很多的那一个泥丘 但是慢慢 后来呢 开始有农药之后啊 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然后但是却看到我父母亲呢 因为他们也是没有知识 不认识字 然后就人家接着说 这个喷下去之后 就没有虫了 就可以丰收 然后他们也一样 跟着这样子去做 那我觉得说 因为没有知识呢 而造成了很多很多的 伤害跟物资 那时候想法 当然只是还有一个师傅 还没有能力呢 也还没有办法呢 去改变呢 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 只能再不断不断充实自己 然后后来自己呢 在参加了比赛 那参加了比赛 然后为了要做出一个 就是用 为了要用台湾的食材 做成了一个国家特色面包 就是那个桂园 然后在找寻那个食材的过程里面呢 让我发现了许多农民呢 他们正努力着 怎么去改变呢 过去我爸妈他们用的一个 灌寻农法的方法呢 在改变着 然后也看到他们的一个很珍惜呢 就是尤其是桂园 他是土把链钢的一个方法 他是用那个土窑的方式呢 在熏 然后在烤 然后做出一个优质的一个农产品 然后看了 在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 后来我才更珍惜 这些农民所种出来的 每一分的一个食材 原来是这么的一个珍贵 那也让我开始去着重在这一点 那到后来自己去比赛 然后得奖回来之后 也的确就像我们的主持人 那所刚才提到的那一本书 那我开始去找寻许多的一个农民 包含说这些 我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能够让他们能知道 我们的顾客在哪里 我们的消费者在哪里 然后消费者也知道他们在哪里 相信过去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想要买有机的 我们想要买无赌的一个农产品 但是却找不到 尤其是过去还没有 网路这么发达的时期 他们是更辛苦的 他们是更辛苦的 那现在他们呢 也透过一个很多的一个平台 然后在贩售 那我相信台湾呢 慢慢的也可以呢 未来呢 希望呢 也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健康导 那我自己部分我怎么做呢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能力 就是说百分之百 用到呢 全部都能够让我们觉得很好 很安心的一个部分 但是至少说我要从我开始 从我开始做 包含说我们做了面包 我们不添加刚才我所说的那一些 以上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一些 我们知道可能对人体不好的东西 再来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做检验 我们如何去做把关 这是我们未来的工程跟功课 那还有就是如何呢 去提升我们农民的一个物家 附加价值 让他们能够继续的努力的种植 这些优质的农产品 然后让他们可以呢 比如说食品的加工 包含说前阵子呢 我去意大利呢 学习手工果酱 那这些果酱呢 我可以呢 去像我们有推出的一个 凤梨果酱 那我们就是用意免农场的 那个有机的那个凤梨呢 做的一个 那个凤梨果酱 但是它产量非常的少 所以呢 我们呢 再继续的 如果说能够再找到更多的农民 然后供应我们一年的量 让我们的顾客呢 可以吃到更多这些优质的农产品 像现在 那个意免的农产品 那时候只供应到我们3000斤 那到可能下个月或下家有月 就已经没有了 可能要到等到明年 然后再收成的时候我们才有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这段期间 能够呢 协助更多的农民 种这些好的棒的 一个无独的农产品这样子 然后也在我公司呢 在我公司呢 就是我们也不断地在培养 我们的未来的师傅 那我们给他的 不是呢 只是说你如何做出好吃的面包而已 而是你要如何选择呢 好的食材 然后呢提供给我们的顾客 让他们呢可以安心 让他们呢能够呢 更愉快地享用着我们的 所做出来的面包 那到 接下来明年呢 我也要带台湾的面包师们 再到法国呢 去参加这个比赛 那他们也用了很多台湾的食材 做成的面包 包含有凤梨 包含还有芒果 很多很多的食材 做成面包 然后让国际舞台可以看到 希望这些食材 回来之后可以帮助到他们 也让他们呢 能够种了更多 也影响更多更多的人 那也希望未来我们台湾 成为一个健康岛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最后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宝春师傅 来 我让大家跟宝春师傅互动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奇妙的宝春师傅演讲的 完全呼应了刚才 Anne所讲的几个重点 你看她以前 做这个芋头 吐司没有芋头 草莓 没有草莓 那放的那些东西 都是Anne刚才讲的 其实在以前真的是 以前不懂 因为没有知识在做面包 所以以前 我们所做的那些面包 就是比如说 草莓吐司没有草莓 然后就看到师傅叫我说 就是放香精色素 加进去之后 那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东西 是对了你的有害 而是慢慢长大之后 开始有知识才懂的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 尤其是在我们的教育的部分 其实老师是对孩子影响最大 所以说如果说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 给予学生正确的观念 然后让他们从食材认识开始 我觉得相信这些 我相信这些都能够 教育我们未来 然后让我们的顾客 消费者们可以更安心 所以你刚才讲的第二点 就是教育的问题 这也是呼应刚才Chef Anne讲的 记不记得 她说学校午餐 要办的好的五个元素 FFH 最后一个E 就是Education 就是教育的问题 各位你们今天坐在这边 就是开始在教育 你们教育你自己 在做多少 有机会教育别人的 本身是老师 好 我们系主任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万能的系主任 我想问问老师 听到宝春师傅 跟刚才Chef Anne讲到 教育这个问题 系主任您觉得怎么样 我发觉很好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也想请教宝春师傅 请系主任说 对 那方便我出来吗 当然出来 来来来来 我们掌声欢迎 我们今次活动的支持单位 万能科技大学 餐饮管理系的系主任 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吗 是 大家好 那我来自于中立 那我万能科技大学 餐饮管理系 那我希望由宝春师傅 这边取经 带一些东西回去 给我们桃园县的子弟 那我们首先我们最好奇的是 宝春师傅是怎么坚持 当初困苦的环境之下来学习 第二个问题 什么动机理念 让你爱了台湾的水果农产品 来凸显于世界 第三个问题 你为什么还那么有心 来代理这个年轻的子弟 来迈向世界 来为台湾争光 这是什么动机 这是三个问题 希望能让我学习 好 不敢不敢 谢谢 谢谢主任 来 宝春师傅请 谢谢 好 首先其实在 的确过去我是在一个 贫困的家庭长大的 那在过去呢 其实我妈妈呢 影响我比较深的地方是 她从不怨天游人 那在她从不怨天游人的环境下 然后很困苦的环境之下 她还很乐意地帮助人 那我总觉得说 也因为这样子 我一路走来呢 我也从不怨天游人 然后我永远带着感恩的心 所以我的想法都是 我在我心中没有恨 在我心里面没有恨 所以呢我带着 我带着我妈妈的爱 然后一直往前 那我希望这些爱呢 可以跟更多人分享 对 那第二点是 我觉得说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我今天有这个 我今天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其实是台湾给我的 所以我对台湾呢 有一种使命感 然后她孕育了我 然后培养了我 给了我这么多 我应该怎么样去回馈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觉得说 如果说能够透过台湾的烘培 然后让世界看到我们 我觉得 何乐而不为 其实在我心中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梦想 或许这个梦想 在我这一辈子看不到 或许这个 或许是在我们的未来 第二代第三代 但是我觉得说 梦想一定要有开始 有开始就有希望 所以呢我不会觉得说 不可能 那其实在我心中 我都希望 很期待台湾未来 可以成一个健康岛 这是我一个很远大 很大的一个梦想 所以在我公司呢 我公司提供给我公司的一个 同仁的水果 我知道那个力量很少 我知道那个理念 大家也觉得我那个 太遥远了不可能 就是我提供给公司 同仁吃的水果都是 几元谱以上的认证 那我知道说 或许认证对我们来讲 好像有一点怀疑或什么 但是我觉得说 至少说 它是被很多人肯定的一个认证 那我希望这些认证 然后被认证这些农民 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也可以被更多人使用到 那提供他们有 其实农民最困难的点 就是说他们都入不敷出 他们的收入很少 然后他们呢 没有办法呢 去甚至收成之后 没有办法呢 让他们的整个是可以 可以整个反映到 他们成本上的 那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用比较好的价格 跟他们购买 然后让他们真的 种出更多优质的 那从他们呢 又去影响其他的农民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顾客消费者 我们一样慢慢去做 那我觉得说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累积 我相信 有一天一天可以 影响更多人的 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一个想法 包含说 我觉得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这个比赛 在我26岁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梦想 它就是一个很遥远 很遥远的一个梦想 包含说 我要用妈妈的名字 成立一个基金会 这基金会呢 当时呢 要用一千万呢 才能够成立的 我知道这个基金会呢 对我来讲呢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地遥远 一千万对我来讲 是天文数字啊 但是后来呢 我也用它实现了这样 是 对 所以我觉得 很多很多的梦想 都可以去做的啦 是 但是我觉得 还没做到之前 我们就是默默的做 然后一点一滴的去做 对 然后能够做到哪里 影响到哪里 我觉得近 这辈子 然后近最大的努力 是 所以这三点 其实系主任 为各位同学 所问的 第一点不要怨天 游人 谢谢你接了我的话 保春师傅当初 也处于劣势 但是他不怨天游人 第二点 他说他今天所有的 都是台湾给他的 他今天想要回馈 当然最开始 就是从你的同事 开始回馈起 给他们比较好的水果 带他们去法国 参加当初你赢的比赛 还有我又妈妈 一个成立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也是在做教育 这个基金会 叫做陈吴贤教育基金会 因为我相信 陈吴贤是保春师傅的妈妈 对因为 我总觉得说以前 我20岁以前 我不认识智 那后来我认识智之后 认识智之后 有了智慧之后 改变了我的未来 那我也相信 在台湾有很多 如果说我们能够 从教育 从知识 去改变我们小朋友 他们对于说 他们的未来 也是给他们一个希望 所以我才会用教育 来做出发这样子 好棒 大家听保春师傅讲 这样有没有很感动 保春师傅 要不要考虑出来 竞选总统 11月才登记截止 你还有机会 没有 我觉得说 我只是个面包师傅 然后我永远热爱面包 我也永远以面包师傅为荣 那我觉得说 我能做的我尽量做 然后真的很感谢 台湾给我的一切 所以我就是 我能做我尽量做 那我能够做多少 我尽力而为 那我会不断的努力就对了 像我那时候 为什么会想要去读EMBA 其实那很简单的想法 因为我要面包永续 我必须要学会 经营面包跟管理面包 那这样子我才能够 培育更多的人 如果说我只会做面包 我不懂管理跟经营 那这家面包很快就没了 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够的 所以我要对烘焙业有责任 对这个国家有责任 我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学习 所以我才去读EMBA 太好了 然后也跟大家讲 我现在研究的题目是创新 太好了 那现在正在努力过程当中 到时候有发表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不要跟我们分享 我们到处就到你的面包店 去买那些创新的面包 好啊 其实这个面包 其实在这个论文 我很开心是因为 过去我们想到的 所谓的在创新的时候 只有想到是好吃 然后对人体没有害等等 但是我觉得说我们还有忽略 我们自己还忽略了很多方面的 那在这份论文里面 我们把它想到的面面周到 是 好棒的未来 我们期待着 好我们掌声谢谢宝春师傅 来系主任 这是宝春师傅写的 用吴宝春严选感性好食材 希望既由您跟所有的厨师同学们分享 也谢谢系主任的指点